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对方深思熟虑 林吉祥指出 我国如今正面临最后一次机会 好让国家能够回到多元民族与文化的最初原则 他还在文中阐明联邦宪法条文 强调由伊斯兰党充当老大哥的国民联盟 完全没有意愿遵守国家原则 更不曾要将大马打造成多元国家 文中海透露 这场六周选举将决定我国 是否能够终结过去的衰落重新崛起 尽管希盟掌权的槟城 雪兰儿和森美兰在执政期间 或许存有一些缺陷 但林吉祥表明 槟城的人均生产总值 比一党执政的吉兰丹高出四倍 林吉祥还将枪口对准国盟主席丹斯林慕尤丁 指证明前首相在掌舵期间 导致我国的新冠疫情死亡人数高居全球前20 扬言这并不是我国想看到的成就 他声称 我国当前需要成为全球在各族和宗教相处 理解以及包容的典范 更要在各领域达到伟大的目标 因此继续向穆达伸出橄榄枝 要求对方并肩作战 另外 随着多个州属相继解散州议会 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今天发文提醒 即将举办州选举的六州政府 当前已经是看守政府的身份 因此不能再宣布任何重要的决策或新项目 文告还强调 看守政府只有在推行公共利益上 才能动用州政府财务 任何的未来项目也只能当成竞选宣言 在呼吁州政府秘书颁布一项看守政府的指南后 竞选盟也敦促选民监督六州看守政府 是否尊重民主原则 好让选举得以公平进行 马斯射电视综合报道